点开我驻斐济代表处 大大的中华民国刮胡台湾 但其实前几天 名称还是台北商务办事处 被中国打压四年多 终于证明成功了 斐济前政府在2018年的时候 受到中国的压力 片面将我国驻处名称 更改为驻斐济台北商务办事处 斐济共和国政府呢 决议恢复我国驻斐济代表处 原有的名称 外交部努力不懈 斐济终于同意拨乱 反正恢复我国驻外管处名称 且2018年前名称中文部分 只有中华民国 现在还加注台湾更进一步 据了解斐济三月十五号 就已同意更名 二十四号正式告知我方 但当时正在处理宏都拉斯断交危机 断交后外交政策调整 宣布不排除双重承认 我方两天后就公布 非邦招国的斐济外管证明成功 似乎想借此建立准双重承认的斐济模式 是双重承认太敏感吗 吴兆燮低调不回应 但斐济的准双重承认模式 可能是未来外交工作方针 三连新闻掌握 下一个推动外管更名的地区 锁定中东欧 尤其近期跟台湾互动密切的捷克 以及斯洛伐克等 都有机会推动更名 任何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有邦交的国家 也接受台湾以我们国家名称 或台湾作为住处的名称 经济贸易地缘政治安全策略上 更紧密的时候 那台湾就走出一条外交的活路 台湾外交受到中国打压 如今开创新道路 期盼突破对岸封锁 在内视频里外界有部Essential的台湾到